大家好我是童哥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這三個smart games的桌遊 那我自己本人最喜歡的是這個 因為它其實又好玩又能動到腦筋 那因為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嗎 沒有疫情一定減緩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其實是水順的 所以這個遊戲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試玩玩看 那他們這些遊戲大部分都是要用到 有點像腦筋急轉彎 就是要用到頭腦 那什麼不用用到頭腦 就是會讓你變聰明的遊戲 那看前面 等會 那你放前面一點點 你放在這裡 那你放對這樣 它裡面的配件就是有動物 你要不要拿近一點它是立體的 不是不是你就整個動物拿起來 對好喔 好就是像這樣 有些有動物然後有些有這個 你把動物放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轉 然後它的規則就是 你要把那個 它會有題目 對 它就有題目本 來 你放哪裡 你題目本呢 這 題目本在這 題目本就是會給你出題目 你就要照著它的題目 把動物放到它前面 啊題目就是有分四集 然後它也有像這些的解答 它通常就是像這樣嘛 這樣子 你就能把它轉動 看 它就是有點像齒輪結構的概念 然後每一塊上面的樹 樹木的這個立體板它都可以轉動 然後它必須的 不是它有一些 嗯 要擺到一個 要擺到一個角度它才能動 對 然後它主要就是要讓小動物 動物寶寶去找它的 對應的東西 對到對應的物品 它要 因為它還有人 嗯 然後像這個僑夫它都能砍到 它都是要來這木材前面 那像這個 錄影者它就要來到帳篷前面 那 第二個 第二個我也很喜歡的遊戲就是這個 應該剛開始大家看到都會覺得是那種 很有名的那種 企鵝悄悄樂吧 就是那種上面有很多小塊的 但它其實是 冰上企鵝100題大挑戰 它 它就有點長得像這樣 是不是看起來一剛開始你以為很簡單 對 結果很簡單嗎 不簡單 不簡單 挺難的 挺難 啊你題目本放哪 題目本 不用講題目本 喔好 因為其實跟 其實跟這一本一樣就只有四集 全部的 這三個遊戲裡面 遊戲都只有分四集 對不對 嗯 它裡面就是 它要像這個一樣 像上面說的 選擇一個挑戰題目 將五個冰山平板 放 放上遊戲盤 讓小企鵝在題目指定的位置可滑動 冰山平板 改變形狀 每一題就有個解答 像這樣 它有 圖案上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整個這邊的圖案 它會有一個 幾些 有一些企鵝會給你指定在一個地方 所以 你就是要 譬如說 它題目是這個企鵝在指定在這個地方 你要讓它拼進去 全部拼滿的話 有可能 好了題目本在這 就像這樣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它 企鵝指定在這裡的話 那 那拿前面一點的 對這個 它企鵝會有不同的位置 指定的位置 對不對 對 然後 你那些企鵝要指定的位置 它的 它的拼板 你可以隨機放指定那個器 但是有可能會拼不進去 所以你要像這樣 移動這個 東西 有可能 移動這個卡錫 有可能就可以拼得進去了 那 它這裡也是富有解答的 它的解答就是說 它要怎麼拼進去 就是像這樣 好 那我們要來介紹最後一個遊戲了 也就是這個 隨身攜帶的 愛心大挑戰 像這樣 它裡面也是有解答本的 它就是它裡面會有像這個解答本 出題目 你就要先照愛心的位置 先把它的指定的顏色 拼到指定的位置 剩下的空格 把魚留下來 沒有拼進去的 那個 積木 讓試圖讓它拼滿 不能往 不能往 不能少一格或多一格 那它也是分有四集的 然後它遊戲版是不是有兩種型 是一種是愛心 一種是長方型 長方型 長方型是這種 每一種它都有 還有 有 還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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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那個 那三種遊戲其實都很推薦大家玩玩看 只是如果你們是想要帶出去那種隨身攜帶的方便型桌遊的話 那就很推薦這個 那如果是可以放在家裡無聊的時候玩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 和這個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到此結束 掰掰